主教祭堂12月31號下午舉行謝主禮 由澳門教區守穆里賓生主教主持 李主教先帶領教友恭迎聖體 隨後由該堂副主任司度齊好東神父及劉偉傑神父 分別以葡文及中文廣道 劉神父在廣道中提到 耶穌基督透過聖體的形態給我們顯現 讓世人能夠看見祂的光榮 祂提醒教友 我們每一位都擁有基督的面容 並邀請教友反思自己有沒有以這一份愛心 去服務有困難的人甚至服務我們的仇人 劉神父強調教友應該在現世旅途中 多行震覆百端等的愛德服務 以天國的行動向世人反映出基督的面容 在現世旅途完結後 就能更容易在天堂認出基督的面容 真正貴家的喜樂會更深 劉神父鼓勵教友 疫情下眾人雖然戴著口罩 但只要我們以愛心去關愛服務他人 將來在天國重逢的時候 將會得到百倍的上報 謝主禮先後由李斌生主教帶領教友 眾唱謝主持 並以性體降伏後結束 由李斌生主導